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这一节是今天的第三个环节 将会集中讨论碳交易的强大发展前例 很关系今天邀请到两位在这方面的专家 和我们分析一下当前的碳交易前例 首先是有大湾区碳中和协会的邵智瑶博士Kenny 和英国标准协会的雷志谦先生Awayman 这两位专家在行内可以说没有人不懂 不过由于这个题目在香港也是刚刚起步 始终是比较陌生 所以在座谈会开始之前 先请两位嘉宾简单介绍一下自己 或者先请邀智瑶博士Kenny介绍一下自己 先吧 我是邀智瑶 是大湾区碳中和协会的理事 大湾区碳中和协会上典成立快一周年 大家经常听炭中和未来的国策 我自己本身是一间股票行的持牌人 负责专注于绿色金融和炭中和的项目 以前是在发展商里做做物业发展的 现在是专注做一些绿色金融的东西 有写专栏 也帮院校去教书 讲绿色金融的东西 那Raymond 雷子谦书先生 各位大家好 我叫Raymond 我是英国标准协会的企业方案及市场总监 那我呢 其实本身是一个做ICT出生的人 那早两年的时间 那我开始发展 在BSI里面 我们去发展 将Digital Transformation 去link up with Subseumability的项目 炭或者炭资产 甚至我们现在说的绿色金融上面的项目 都是在香港由我去负责去帮忙去 drive 那说回英国标准协会 其实是成立了超过130年的了 那其实在以前的时间 我们会用 香港是用英国标准的 那络络络络 我们会发展成ISO International Standard Organization BSI其实都是ISO的会员之一 那其实我们也是坐在Community 和Security Board里面 去探索了世界上 那么多种不同的标准里面 有什么可以增进 或者增进 甚至我们可以 create一些新的标准 那在炭 或者甚至乎 在这个Subseumability的项目来说 BSI其实一直都帮助企业 或者帮助社会 如何用标准去测量自己 究竟是否符合国际性的一些 一些惯常的做法 甚至乎我们如何利用标准去 帮助我们的客人做一些审核 那BSI我们会尽力去 在这一方面去发展的 谢谢 好 今天就很感谢两位 出席我们今次的座谈会 那我想问一下两位 那或者Kent你先 我们常常说碳中和 又说零排放 碳达峰 那样 其实这几样东西 是有什么不同的呢 或者我想说了 零碳和碳中和的分别 因为这几个字眼常常听 碳达峰 碳中和 零碳 那零碳和碳中和是有分别的 零碳就是说 如果我是一个工厂就好了 我生产一件产品 是一些碳都没有排放出来的 碳中和就不是了 我容许我这家工厂是有碳排放的 但是呢 我可以在其他的地方 去通过一些植树、造林 或者是用一些绿色的能源 它可以吸的碳排放 和自己产生的碳排放 就做一个对冲 有些人就 当讲笑这么说 当一些叫做淑罪卷 就是在工厂生产了一些碳排放出来 就是碳排放出来 在第二边呢 我就是做一些树 去吸回它 做一个对冲 那这个就叫做碳中和 所以零碳和碳中和呢 就有分别 那刚才再讲了一个Terms 就叫做碳达峰 是 碳达峰就是说 现在举例 中国就说自己2030年呢 就会是碳达峰 跟着2060年呢 就会是碳中和 因为它现在做很多的 铅排节能的计划 但是呢 它需要时间呢 去做一个过渡 那它跟回现在呢 譬如 线下有些经济增长 或者是线上 用很多数据的能量啊 都是会的能量会越来越多 那它就估计呢 去到2030年呢 就是它的碳排放的最高峰 跟着在2030年之后呢 它们就会是慢慢慢慢 逐步逐步呢 就减到碳排放呢 就变成零了 这个就是那个 刚才你问的问题呢 那两个分别来的 是 其实我想问Raymond 那现在香港来说 其实工业都已经很少了 那会不会在碳中和方面呢 就是比以前改善了 而要在香港推广这个碳中和呢 其实有些什么是需要做的呢 其实在香港推广碳中和呢 首先要认识碳中和 其实在市场上或者在国际市场里面呢 是一个标准的 那最大的标准里面呢 我们会说回四个部分呢 第一个部分就是 你怎样去测量你的碳排放呢 第二个部分 我们会说的是 怎样去控制和减少碳排放 第三呢 就是刚才阿兆博士也有提到 碳中和其中一个很重要的部分呢 我们怎样去用一些 国际的一个碳汇的 scheme 我们去做这个碳的对冲 去减碳做offset的 最后呢 就是怎样可以 Declare自己是一个碳中和的城市或者国家 那在这四个部分里面呢 我们就会可以 你可以看到呢 我经常都和一些朋友仔都是这么说的 就是其实碳中和是一个很简单的数式 就是A-B-C等于零 就是这个这么简单的数式 但是其实这么简单的数式里面呢 其实都牵涉了很多不同的部分 第一我们怎样去作为投资 投资方面 我们怎样在绿色金融里面做一些配置 甚至乎去发展一些绿色的项目 这个是其中一个难题 或者其中一个发展中 在香港 我们现在这个地方 发展得最蓬勃的地方 第二个部分呢 就是我怎样去找这些项目出现 还有怎样去教育社会 因为呢 大家常常都听说 啊 碳啊 怎样我们去做碳中和 但其实大家又回到 现在常常都讲ESG的范畴 E呢 只不过是讲碳上面 只不过是讲Infermental上面的东西 我们还要有Social Governance的东西 需要协助去做 香港现在的发展中呢 就是在Investment里面 我们怎样可以将我们的碳资产 可以聚在香港里面 但是同样地来说呢 香港可能 已经没有什么地方 或者甚至没有什么项目可以发展 所以最近呢 香港其实都投资了 已经公布了 在之前报告公布了 说会放240亿下去 去做培训 甚至乎去发展这方面的基建 发展这方面的技术 去协助世界 甚至乎协助国内 借助国内的一些地方 去发展这方面的项目 我觉得这个范畴来说呢 是令到我们可以领先其他人一步的 如果我们相对来说 看回其他国家 最接近的话呢 会是新加坡 但是新加坡呢 发展的是在发展碳汇市场 它在绿色金融的市场来说呢 反而没有香港发展的 发展的 投资得这么厉害的 因为之前 财政师都有提过就是说 香港 刚刚2022到现在为止 发行了差不多 500整个亚洲 发行了500多亿的绿债 或者绿色的 但是其实在香港已经占了300多亿的 差不多接近60-70% 是在香港做发行 或者去做绿债的 所以香港呢 在这个情况下 反而被新加坡还好 但是在碳汇 我们刚刚推出了一个 香港交易所推出了 Core Climate Core Climate 其实他们都想发展 这个碳汇的市场 那我接下来 我觉得在香港的层面来说 我们可以做多一点 就是在项目方面 我们怎样去增强 Raymond刚刚提到的投资 或者是我们港交所将会推出的 一些投资项目呢 那我们稍后是会提及的 那我也想问一下Kenny 那香港现在来说 你觉得在这个碳中和 或者零排放之间 其实香港处于什么位置呢 在做碳中和 还是零排放的那个位置呢 其实香港有很多上市公司 比较领先的那些 他们直接写了一个碳中和的路线图 就是他们会计算他们自己本身的碳排放 跟着就去看有什么减排折能的措施 是可以将他的碳排放减低呢 因为其实 怎样去做呢 做不到的话 怎样在市场上面 去买回碳排放 或者是去投一些项目 是可以吸收碳排放 跟他去对冲 那 因为始终 香港对绿色这个议题呢 是比欧美走得慢一点 但是 香港的大公司呢 已经是开始部署了 那么 中小企呢 就未意识得到 因为整个世界里面 现在是讲一个叫做 采购的问题 举一个例子 譬如我是一间国际的大公司 我是苹果 手机 我是Apple 那在他们那个碳排放 又分开范畴一 范畴二 范畴三 范畴一和范畴二 都是讲着他自身的 但是范畴三呢 scope3呢 就是讲着 那个叫 supply chain management 他们要求他们的上游 或者是下游呢 他们那个碳强度 carbon intensity 都要很低的 因为他们的碳强度呢 最后来提供的服务的东西呢 都会进去他的那间公司里 比如Apple 他要跟他进去他的数据 那么 所以他们呢 要挑选那些 supply 他们一定要是很低碳的公司才行 那么 现在台湾呢 就很 比较麻烦了 因为他很多企业 没去知识到 哦原来这件事是一个这么大问题的事 那么 现在就不断去 在周围在那里抢一些绿色能源 或者是去抢碳会 那还有 因为香港始终都是服务性行业为主 就是和其他国家有制造业 他们比较面对的问题是不一样的 因为又要面对下年欧盟 他们要征收碳税 有很多事情会不同的 但是 但是我觉得那些企业会是慢慢慢慢 会去专注这个议题 是 我想这个问题呢 就真的要Raymond去回答了 刚才提到那些炭中和炭排放 其实怎么评估呢 这间企业的炭中和是否合格呢 有没有一个权威认证呢 现在认证的企业其实多不多呢 Raymond 其实在市场上 在国际的标准里面 我们有一个叫PAS2060 PAS2060的标准 那PAS是什么呢 就是Public Available Standard 其实这个标准呢 其实就是正正我刚才说的整个里程碑 它会解述你去做这个测量的时候 是用一个什么的标准 然后第二样东西就是 你怎样去用一些什么offset scheme 就是说我们做炭汇的 scheme 才可以抵消你的炭排放 然后最后你怎样才可以 你自己是为之炭中和 那国际上已经有这个标准 在2015年的时候已经写好了 那未来我们都会将这个标准 变成一个International Standard ISO的标准 那将会这个标准的数字 就是ISO14068 那在这个ISO14068的情况下 就是由PAS2060的标准去演变出来 那说回就是规管上 其实我们也会陆陆续续去看回 就是在一个测量的标准 在测量标准 我们会有一个叫ISO14064 企业的碳排放的一个 carbon food pin炭足跡的測量在上面 那也都会给我们的客人知道 其实香港的市场 或者其他国际的市场 在这个carbon offset scheme里面 也都有分component的offset scheme 以及有voluntory的offset scheme 致远性排放 以及一个企业性排放的offset scheme 我们也会做到的 那回到认证方面 其实在香港来说 我们其实都有帮不同的客人 去做这个炭 现在香港正在行的 就是炭足跡的一个检查 我们会这么说 就是用回刚才ISO14064 早几天我都在报纸上看到了 会不会企业上面有些录票 或者有不同的一些监管 我们可以做到 其实它最简单 其实甚至乎现在港交所 很老实说 会在未来 明年4月30日 是要求所有的上市公司 都要是交回他们的ESG report 但是很老实说 港交所就并未在这一方面 有一个强制性的监管 就是说ESG report 是需要有外部认证的 那我们现在有大概 在我们的客人里面 做了认证 都是比较一些主流的企业为主 那我们用认证 也有不同的标准去看 我们会有一个叫GRI的标准 甚至乎有一个AA1000的标准 然后再加上港交所的要求 去做这个认证的 那我们从最简单的说起 就是说首先 递交ESG report 这个动作 去取得认证 符合国际间的标准的规格 其实已经在香港 都没有一个强制性的要求的时候 那这个会导致有很多 我们市面上的人就说 不如我抄导其他人的那些 写到我份ESG report 这方面 又去到邵博士 刚才提过台湾这个地方 台湾呢 是做这个监管做得很好的 他们是要求所有的上市公司 都需要交一个有外部认证的一个ESG report 给他们 这方面可以确立 就是他们将来的炭资产管理 因为在香港港交所也都在 在2025年将会全面要求 他们会根据一个TCFD的一个标准 去披露他们相关炭资产 或者是关于climax上面的一个资产管理和风险 我想问Raymond 刚才提到ISO140-68 这个标准是不是一个国际性的标准 这个是一个国际性的标准 由international standard organization去推出 不过这个标准是未有的 这个标准是根据PASS 刚才我说PASS 2060这个标准去演变异性 我们的目标应该将会在2024年 大概2024年至2025年这段时间会推出 我或者问Kenny 其实香港来说 九成以上都是中小企 在推广这个所谓炭中和 这个市场上面 其实对他们来说 成本大不大呢? 或者是他们是不是能够提升呢? 这个成本 现在我想应该是这样说 世界很有趣的 就是机会留给有准备的人 就是如果中小企 有一个潜瞻性的时候 他就会拿到市场 你看到现在最近 政府就说 我们不会用一些污染的餐具 如果有人一看到 之前 根本是必然会这样走的了 我们去做了一些环保的餐具 木製的餐具 可以分解的餐具 当政府一推出这个政策的时候 他就可以抢到头淡汤 那么 大家经常以为 我们很想 当然 我现在有这样的生意做了 一世都不会变 整个商业环境不会变 但是疫情告诉大家 这个世界其实什么都要变 什么都会变 那么 那说那个TCFD也好 或者是一些披露 其实大部分都是在说 我们是怎样去控制风险 那么 就是 现在譬如我们 今年要求银行 要去做一些风险 气候风险评论报告 其实就是围绕 你的实体风险是怎样 你的过度性风险是怎样 其实都是在说风险的 那么 只不过就是说中小企 可能 是真的 要顾日常的生意 但是 不仅是顾今天 你都要顾以后 你一间公司是否 可以生存到呢 譬如你是做塑胶餐具 那样 当有一政策的改变 因为气候的问题 而政府做了一些政策的改变的时候 你是整个当生意都是没有 虽然你已经是有了所有的客户联系 但是你没有准备到原来有这样的 叫做过度性 或者一些改变的时候 你会吃亏 那么 那么 中小企 是 应该要是知道 但是 也都很坦白说 就是 现在在这么艰难的环境 叫他做 也的而且是一个负担 就是一个两难 我讲实话 但是 一个有潜沾性的 譬如现在还要是有盈利的企业来说 我觉得是需要去做几手的准备 去部署 就算现在你有cash card 你也要找一些明日之星 嗯嗯嗯嗯 其实我们资本集志 这次冲要讲回一些资本市场 那港交所呢 就是最近就说 要成立一个香港国际碳市场委员会 就发展这个碳市场的 那我先问Canny 其实香港有什么条件可以做好这个市场呢 又有些什么不足的地方呢 那其实 香港的碳交易市场呢 其实就成立了 在上个月的10月28号呢 交易所下面做了一个交易平台 叫做Core Climate呢 已经是上了板公开做生意 那昨天呢 11月24号呢 在港交所的大厅那里呢 也都做了一场的记者招待会 就 说了做过些什么 那其实 那第一件事 要去知的就是 全世界碳排放量最高的国家呢 就是中国来的 中国的碳排放量呢 是比美国是双倍的 但是 它的人均的碳排放量呢 就是比美国少一半的 嗯 那么 中国是碳排放量国家最高的 那么 现在要讲碳中和 那么 那么 现在内地的中国市场呢 他们去计算碳汇的行业呢 正是放开了给电的行业 电力的行业 那已经令到呢 整个世界的碳汇市场呢 是有一个很大幅的增加 那我给你一个数字呢 那其实是讲的 我们叫做碳 碳的价格 那又分开两种的方法去做 就是要去 叫人家去 碳中和 其实有两种方法 一是就威逼 一是就利用而已 那威逼的 其实就是讲的 碳税啦 你来我国家做生意 我要入口 我抽你碳税 第二 我有一个奖赏的机制 我就定了 每一家厂 有多少碳排放量 对不对 做得好的那些 可以将它有盈余的碳排放量 卖给做得不好的地方的企业 那这些呢 就变成了有个价钱在这里 那你就可以 去买卖这些碳汇呢 去赚个差价 嗯 那在2020年呢 那全世界的 碳税和计碳价的国家 交易量呢 就是交易量呢 差不多一半一半 那自从有了中国 这个地方 它重组它的碳交易市场 重新上市之后呢 变成六成半对三成半 就是说碳交易市场是多了十多个百分 那你就知道量是多大 那你再回到我刚才说的一句 它现在只是放了其中一个行业 是占全中国的两成的碳排放量 那还有很多污染性很高的行业 好像钢铁 好像水泥 好像建筑 好像运输 好像固费 固物 汽费 废物处理 这些 还有八成的碳排放量 是未计算的 它只要有少部分的碳排放的交易 留在香港 那也是一个天文数字 那 在10月28日 到昨天 11月24日 那这个 其实是 它是在做一个事行的交易 那 现在是只有20个参与者 是可以参与买卖 就是等同以前 雄佩森 那样的 只有20个交易商是可以参与买卖 那 现在是做了 大概是40宗的交易 那 这些是会慢慢 我只看会是越来越多 那就引用回以前小米雷军那句说话 当在风口里面的时候 猪都会晓飞 那我深信 碳是未来的一个风口 因为全世界都是聚焦在这一件事上 那 Raymond 在你接触的企业里面 其实说 刚才Kendy提到的 威逼利友 那其实威逼利友 是不是对一些 去做认证是一个好处来的呢 都是 这样看 其实威逼上 其实是说政府的策略 是想一些企业 开始去看回 这个碳排放的处理 好像明年 2023年 新加坡会限碳税 在2023年里面 欧盟也都刚刚公布了 就是说所有入口的货品 都要公布他们的碳排放 就是每一个货品 他们究竟处理它的时候 究竟 制造这个产品的时候 的碳排放是多少 如果超过某一个指标的时候 他们也都需要买一些 carbon credit 去 offset 他们那个超标的状态 某程度上是开始 刚才Kendy有提到 开始迫使一些中小企 或者其他企业 去注重这个碳排放的这个议题 但是你说pushing这个环节 就是说碳税这个项目 其实在香港来说 我们会不会走呢 我见短期内都不会走的 因为其实当一些 发展得比较好 也都很注重ESG的一些国家 或者地方 因为其实通常这些国家 或者这些地方 都能看到ESG的商机在哪里 当你开始去作为投资 或者去看到这些机会的时候 这些国家我们反而见到 很少会有这个碳税 就是说 迫他们去 威逼他们去做这件事 反而是利用他们增加更大的投资 所以你说见到 香港其实早前 我们绿色金融那边 绿债或者一些绿色的贷款 那些东西 其实早前呢 他们有一个 策略去帮忙去做一个资金 是由金管局去推出 那他们由2亿的交易 降低到1亿的交易 就已经可以拿到这个资金了 那在可想象的将来 其实我会觉得 他们会再降低个门栏 去拿这个资金 原因是什么呢 他们开始想掌握一些中小企 有实力的背景的一些企业 他们都可以专注在ESG的项目上的发展 虽然这个是未推出的 其实你的估计里面 他的申请是否容易呢 或者他拿到的款项是否容易呢 其实他的申请和他拿到这个款项呢 其实他的申请和他拿到这个款项呢 其实是相对容易的 我都说笑的说 我没见过金管局在处理这些资金款项里面 处理得这么快的 那在过往的时间里面 那他们基本上 他们整个process里面 首先客人是需要有一个认证的 我们叫绿色金融的认证 那在这个绿色金融的认证里面 我们也都会提出了 就是会根据不同的国际标准 那个国际标准呢 就是会是ISO的14030 或者甚至乎他们会用到 Climate Born Initiative 这个国际做绿色金融的标准 去做一个assessment 那在这个assessment底下 他在银行的背景里面 来看回 他去批个款项 或者所有的资本去批出来的时候 是相对来说是容易一点的 那当然了 银行方面都要assess 他的credit rating 做一些risk的风险管理 那样东西 那我们见到可预见的将来 在国内呢 其实都会大力推行 这一个标准化的 一个绿色金融的一个框架 在上面 那Kenny 问回来 刚才提到 香港已经成立了一个 国际碳市场 那其实 怎样才可以做到 成为一个国际认可的 碳市场 他这个目标呢 那 说到最重要的 其实大家经常都很担心的是什么呢 票楼 或者是你圈了些钱 不知道去了哪 因为在过去呢 尤其是在林业呢 是出过很多事 就是你去做Google search 一打林业啊 Forestry啊 炭啊 那有些bad news呢 就是说做假 因为很难去做assessment 所以就是要倚靠一些很权威的机构啦 那譬如 国际的 有 譬如我们叫做自愿碳排放 自愿碳排放的组织 譬如有一间机构叫Vera 他们订了一些叫VCS的standard 那 他们是很严谨的 那他也都需要这些第三方的机构呢 就是去 评估啊 和认可那个项目是不是ok 才让他去最后去打那个印 那这个香港的炭交易市场呢 就摆明了 要说现在我是跟国际标准 那我就是认什么呢 认VCS 和认Go standard这两个标准 那这个呢 就是港交所呢 就去把关 那 那 那 BSI其实就是 VCS里面 就是做那个standard 去看project的panel 那就是说 他们用一些国际的机构呢 就是做那个verification 那一部分 另外 他也都是很严谨的 就是他又要找一些 可能是一些国际的会计师楼呢 去看这个project 那 那 内地 曾经 就是过去 被人救病的呢 就是内地的市场呢 有些 炭汇的项目 有些是造假 或者是有些钱 外国投入去 跟着就 不知道去了哪里 所以呢 香港是有一个 那个信用 信誉是好 他们监管做得好 那可以 就是如果 如果内地有些项目 如果是 外资持有的 跟着他拿到VCS的标准 那他是容许在他那个 core climate 那个 版那里呢 去上版 去做买卖 嗯 那刚才说了 中国这么大 有这么多的 炭汇的项目 可以是造林 可以是做那些叫炭捕足的项目 用carbon capture utilization and storage 叫CCUS的技术去做 这样的时候 如果 通过香港这个途径 去容资 去上到版 那对内地呢 是一件好事 因为在内地那个炭汇的价格 跟国际的炭汇价格呢 有一个差距在那里 内地现在 譬如我们做的那些叫CCR China Carbon Emission Reduction 最近的成交价 在说是大概50元一吨 人民币左右 那 港交所昨天说了 有40宗交易 那我都做了 我促成了一宗 其实都做过一宗的交易 是说101元一吨 是巴西的项目 那你会看到呢 有一个差价在那里 那如果香港可以 吸引一些外国的资金 投到内地的项目 香港就有一个叫做 優势在那里了 那你们都看得很清楚的 为什么港交所做的那个叫做 Core Climate 是可以容许有人民币定价的 那其实世界上面有很多叫做 人民币的离岸钱在那里 那我吸引一些离岸的人民币 因为我不需要做外汇对冲 接着是投了内地的项目 就是说用一些贵的钱 去投了内地的项目 对内地有一件的好事 那我觉得就 香港发展这个炭汇的市场 空间是大到不得了 嗯嗯 虽然刚才Kenny提到说 空间大到不得了 那或者我看回历史背景好不好 那如果内地来说 香港在2003年就开始 在一些部分城市 是试点这个碳交易的 那直至到去年7月 那全国的碳排放拳交易市场 就正式启动在线上交易 那既然内地去年 有一个碳交易市场 那其实香港来说 会不会是一个威胁呢 还是说一个可以互补的市场 那Kenny你怎么看这个问题呢 我自己看就是那个市场 究竟你是在扩大还是在缩小 那你看到 内地是有些东西是它不敢放这么开的 为什么呢 因为内地经常都是说 一放就是乱的 那现在它只是容许什么呢 容许电力公司才去参与买卖 如果只是开放电力公司参与买卖的时候呢 那那个参与者是很少的 你是没有投资者 没有个人去参与的时候呢 那个成交没约呢 就是有限 那现在他们只是说 我是这间电力公司 和那间电力公司去参与 那就有限了 但是中国又担心 如果一开放的时候呢 十几亿人拥去市场呢 又会令到它去失控 那我举一个例子给大家看 那为什么腾讯 为什么阿里巴巴 为什么美团要在香港上市 不在内地上市呢 嗯 是 它只是想吸引外国资金而已 还有这个相对来说 如果腾讯在内地上市的时候呢 可能不是一千倍PE 可能变成一万倍PE 香港相对来说是一个理性的市场 也都是有秩序和信誉是比较好的市场 它宁愿放腾讯在香港上市 都不放在内地 其实是有原因的 就是我开放另外一个市场 那个市场可以吸引到外国的资金 也都可以 因为香港那个金融制度比较好的时候 我慢慢开放给机构投资者 或者可能我后来我将这些碳汇 变成一些ETF的产品 放在港交所有计划去交易 那些散户可以参与买卖 相对来说 香港的投资者是比较理性的 嗯 那就是一件好事 就是我觉得 内地这么多聪明的人高人 那他们做的一个佈局呢 是有它的原因和抵运在那里 是 那Raymond想问你呢 刚才Kent就提到呢 其实香港的空间呢 都很大一下的 在这方面 那香港的企业或者国际的企业呢 来香港这个碳市场 那个机会大不大呢 或者会不会有这么好的吸引力呢 首先我从标准的角度去说一说 就是其实香港和国内的市场呢 最大的差别呢 就是大家所认定的标准是不同的市场来的 嗯 国内走的呢 是一个叫做 几个均市场的 能uffins carbon credit 强制性的碳资产的市场 而香港正在走的是一个 是一个 voluntary carbon credit market 就是一个自愿性的碳资产市场 是一个自愿性的碳资产市场 这两种最大的分别就是什么呢 大家去做carbon credit的測量裏面 在不同的产业有不同的目的 打个比喻 在国内行的强制性的资产里面 他们是没有承认到竹林作为一个碳权的交易 但是相对来说在志愿性市场里面 他们是有methodology去计算竹林的碳汇 同样地我们之前有提过 比如电车可能在强制性和自愿性都有 但是电车的电池或者电车的charger 电车充差里面 在强制性的市场是没有这些计算方式的 但是在自愿性里面是有这些计算方式的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两者其实是有一个互补不足的 因为如果我只是行其中一个市场的话 那我另外一些有不同的项目 或者去一些创科的新的项目里面 就变相其实我是在做绿色的东西 也都在做green的一些 purpose的一些项目 就拿不到这些碳权了 那他就给了开放了一个门口 给你来到香港去做这个碳权的交易市场了 那我相信是会非常吸引外资的 因为其实给你们的关注 刚才之前Kennie也提到 中国的市场在中国因为是一些reputation 或者之前有一些录票 或者一些fought的情况出现底下 其实在其他的其他国家的碳权交易市场里面的view 的眼中里面 其实他们不太喜欢一些中国own的project 我不介意你的project是在国内发展 但是我不希望是一个中国企业去own的project 相对来说就是打个比喻就是在新加坡 我新加坡都有一个碳汇市场 它都是行自愿性的碳汇的market 但是有一个情况出现就是 它会reject所有由中国own的项目 在这里在新加坡做交易的 所以必须要港交所起这个project 或者起这个market的时候 就是想加强国际投资者的信心 因为其实香港其实在规管里面 或者在金融的市场体系里面 其实在亚洲也是首屈一指的 我们在国际市场里面都有一个既定的reputation 所以在国际的投资者的眼中里面 他会觉得香港是会比其他国家稳健 甚至如果我们开放这个碳市场的话 所有项目的确认性它也会做好 所有我们叫deal diligence 或者有不同的process去验证各样东西 这个是会给国际投资者一个很大的信心的 那Ken 你如果出现这样的情况 其实可不可能未来的发展就是 有一些的企业是同时可以在香港 和在内地的碳排方市场上市这样呢? 其实很难的 就是你那个比如假设一个树林也好 或者一个CCUS的project也好 那你要想清楚 你要用的钱是哪里先 如果我是希望拿一些贵一点的钱 好像刚才给一个例子 原来一个林业项目在内地的 是说50元人民币一吨 在巴西成交局那只是101元一吨 那之后有一个差价 如果我拿了中国的项目 在香港上版 我拿100元或者100多元一吨 楼上的 那就看看那个project owner 他们是想去怎样的 那现在在内地呢 我给一个参考你呢 因为之前因为造假做得很厉害 那那个CCR呢 那个认证那个 叫做 项目这个停了几年 就是内地已经是 没得再进行一些新的项目的认证 去认造CCR已经停了 那今年2022年都停了几年来 就是今年2022年 就说年头说开 接着又说三月开 又说六月开 又说开完二十大开 又说年尾开 又说夏年开 那我觉得其实 可能中国政府是有它那个政策啦 根本是让路给香港去搞了这件事情 那内地有些project owner 根本它就等不及 那都不知道你什么时候开 我反过来 有没有办法去想个第二个方法 去将这些去变成套现呢 因为讲一个龙林的开发 讲的是三四十年的时间 整个project 最快最快的 吸炭最快的红树林 都要种了之后 五年后才开始吸炭 那其他树木啊 可能要是十年之后的 就是不是一件 你想象中 好像朝中树买脚板这些东西没有的 那你要去做一些这么长期性的项目呢 你是需要想得很清晰 那这个要这么大量的资金去扶持的时候 我等不等得到这么久呢? 因为我也都接触过很多很多的项目方 它已经是持有了这些项目了 但是 等下21年 等下一年 那些都是成本来的 做还是不做呢? 做的时候又怎么办呢? 那这个都是 我想市场会告诉大家 最后会留在内地 还是香港 嗯嗯嗯 刚才Kendy提到 内地炭排放市场呢 它平均每吨就大概是五十多元人民币啦 但是国际间的交易所呢 就比内地高出倍的 差不多是百多元人民币的 其实当中会不会出现一个炒卖的空间呢?Kendy 很多人一听到呢 尤其是很多香港的朋友 以前就是做配额的 一听到有配额 就着灯了 因为内地是在玩一个叫做 Raymond说过 刚才在玩一个叫做配额制 一个官方的叫做配额制 那就是内地现在玩就是说 这个电力公司 譬如电力A公司 我计算它那个产量呢 我就给1000万吨它 B的电力公司的产量就是900万吨 C公司的产量呢 我就给800万吨 那那个炭的市场呢 其实说 我下年呢 我就要再减一点了 我减减减减到2060年呢 就变成了0 那你就需要呢 就是做技术改造了 怎样去减多盘排 或者 也都容许你 除了技术改造之外呢 都容许这些电力公司呢 去买一些CCR 或者是投资一些CCR的项目呢 就给你对冲 最多对冲呢 就是5%的而已 这样的时候呢 做得好的那些 譬如A厂我做得好的 我将我剩余的碳排放 就卖了给B厂 这个其实是一个奖励的制度 就是我先订了一个量 我整个国家订了一个量了 我再去求那个价钱 那碳税就是另外一回事 碳税呢 我先订了一个价 譬如我瑞典 我订了现在130美元一吨碳的 你进来做生意呢 你自己计算了 你进一吨碳 进一吨钢铁进来的 你就要给 根据你的碳排放量 你一吨的给我135美元 你才计算我究竟有多少吨碳来的 这些先进的国家 他们愿意负担这么贵 刚才说到就是说 内地的碳的价是50元人民币 很多人都想着 我可不可以搬内地的碳来 卖给欧洲 卖给香港 是不行的 因为你跟那个标准是CCR 唯一可以做的是什么呢 就是用回香港了 找一间外资的企业持有内地的项目 找BSI去认证 做VCS的standard 你就可以放在香港去做交易 你拿的钱就拿是百多元一吨的钱 就不是50元一吨的钱 这些不是叫做套顿 只不过是我 拿一笔钱 是一些贵价的钱 下去做同样一个项目 就并不是拿现有的CCR的项目拿出去外面卖 是两回事 因为已经是由项目那里 已经是将它分野了 你可以等同是什么呢 你想想A股就是A股 H股就是H股 我拿不到A股过来卖的 始终的价格是有价差的 是 以前是A股是低水H股的 但是拿不到A股过来 我拿不到A股过来卖的价格 我卖的价格是做不到的 香港的功能就是说 我始终和内地都有价格 香港的优势就是 我有港纸和有港交所 这个就是它的优势 它是一国两制就是两制 是 那么Raymond呢?Raymond怎么看这个问题? 就着这个问题 我会觉得就是 其实国际的标准里面 我们中国的市场里面 我们炒卖的难处是很大的 因为其实刚才Kendy提到就是 我们会有中国市场里面 用的标准是不同的 第二里面我们有配额制 第三样东西就是 其实在很多情况下 其实中国是一个输出国家来的 我会制定为 那当你是输出国家的时候 很多人就会看 就说其实我是我的碳牌坊 其实最大部分 我都很少有入口的碳 会来到中国的 所以他们反而是会 与我自己国内 我怎样去做减牌的方案 而去帮助或者甚至乎 帮助其他城市去做减牌 譬如我们经常说一带一路的城市 其实你会看到一带一路里面 很多基建都是由中国的国企 去帮忙去做这个实行的 当他们实行的时候 其实他们也同样制定了一个计划 或者一个制度就是说 他们要做一些ESG的减牌 或者不要令到那个国家 那么大的ESG投放 在他的service或者轻件上 所以我们会看到就是 可预见期内 其实炒卖上会比较 不会那么丰行 反而是那些人怎样利用到 炭市场我们叫做 去offset 去做retire 那些carbon credit 记住一点就是所有的carbon credit 都是有一个期限的 那个期限越来越接近期限的时候 它的价值是越小的 甚至乎过了一个期限 这个carbon credit 就是没有了它本身的价值的 所以这件事情就是对一些 行碳税的国家 是有一个不利的 或者有利有不利 但是因为他设定了一个碳价 会很高 如果我继续跟他做生意 要求入口的时候 我们就要给一个高的价钱 但是中国的市场来说 或者甚至乎香港的市场来说 我们作为一个输出的国家 其实我们反而会看多一点 就是怎样利用到这些carbon credit 去协助国内的企业 可以进行这个输出 或者他们的货品 可以令到他们可以 容易一些 入口到其他国家 我想问一下大家 就是一个最后一个问题 我们经常都说碳补償 是什么是碳补償呢? 还有怎样可以避免碳补償 就是滥用到成为一种 漂录的工具呢? Kenny 我想说回呢 因为现在经常都说碳补 那样东西 我想说一些历史呢 就是为什么会有carbon credit呢? 就是说经都协议书呢 就是九几年呢 联合国开了一个 coop的会议呢 气候会议呢 其中一个讲到呢 就是说 我们的发达国家 我们的工厂 我有这么多碳排放 我们怎样可以弥补这个世界好一些呢? 它就容许在第三世界 可以逐树 可以有些光伏太阳能 有些洁净能源 它吸收到碳汇的 我们就要来做offset 这个呢 就形成了叫做官方的市场 那他们用的方法呢 就叫做CDM Clean Development 清洁发展方法 去订这些项目 去assess这些项目 那后来呢 为什么会有自愿性碳排放呢? 就是说 有一些很权威的机构 它发觉 靠官方去做 都未必做得这么快 那我自己 在一些很权威性的时候 可能在一些行业啦 可能在一些地区呢 他们做了一些标准 其实就很类似CDM的 那好像VCS为例啦 好像Gold Standard为例呢 那他们做了这个标准 那后来呢 原来VCS那个量的交易量呢 是远远大过官方那个交易那个量 那令到现在呢 就是那个叫做自愿性的碳排放的市场呢 跑了出来是比它更大 那么在自愿性碳排放的里面那个认证呢 又是好似这样的 八戒为香港跑出来的一样 只有VCS和Gold Standard最多人用 他都占了整八成九成的市场占有率 剩下十几个百分之才是其他的标准 那有这一个的演变出来 所以刚才你说的一样东西 碳汇那个 怎样去补偿 其实大家都知道要去重视环境去补育了 全世界的国家 现在只有三种方法做的 一就是做碳税 用惩罚式的 二我用一些奖励式的 叫做碳交易市场 第三种 我两样都有的 我碳税又做 碳交易市场又做 Hybrid 那这个呢 看看你什么观点与角度 有些人我喜欢 我要计得很清楚的 我是做生意的 我是做钢铁的 我去你的国家 我知道你是纯电是135元噸的 我知道你乌克兰是6元一噸的 那我计得到数 我进口多少 我就知道那个钱是打多少税 这些有些人会是这样想的 但是有些人 比如我是做生意 我不喜欢的 我去你的国家里 我的碳汇 我都不知道多少钱的 因为是市场决定的 是一个交易市场决定的 对我来讲就是一个 一个危险 在过去的欧盟的碳汇市场 10年是升了10倍 5年是升了5倍的 如果我没有储定一些碳汇的时候 我就很大件事了 那这些是在这个世界里面 没有说这个东西是绝对好 我说绝对不好 另外对投资者 现在比如说OK 现在香港我做了一个碳的交易中心 又有一些新的行业出来了 现在很多人找我去谈谈谈什么 碳资产基金 我们可不可以成立一个碳的资产基金去做呢 因为为什么呢 现在股票市场 债券市场 外汇 楼 好 加密货币 全部都死了 要去想一些新东西 那些新东西可能就是碳汇 我成立一个碳汇基金 我买一些现成的碳汇 然后我可能买一些接近完成的碳开发的项目 去形成一个基金 大家秉持一个什么信念呢 就是说 在2030年 中国是一个全球的碳排放大国 如果你的碳汇是向下的 我是没有一个建议呢 是去做一个技术改造 我买现成的碳汇和我对就可以了 那大家都觉得在那个碳汇市场呢 微微是有一个上升空间 可能在中间的过程里面呢 是有些反复 但是大风向是向上的时候 对于一个基金经理来说 是一件好事来的 因为他们那个 叫做uncertainty 没有那么大 那这个都是一个新的方向 那所以 你说碳汇上 就是刚才说的 offset 那些东西 其实是观点与角度 有些是觉得 搞到社会越来越复杂 有些就会觉得 是一个商机来的 我觉得是视乎看 人去怎么看 就是看我 就是可能我洗腦了 已经觉得 我怎么看这些绿的东西呢 我都觉得是一种机会来的 但是有些人 第一天已经看 这个是一个局来的 这个是一个 骗人的地方 有钱的国家去打劫一些穷的国家 专专去做这些东西 也都有人是 是抱这些这样的观点去做 那我觉得 你看回你自己的那个出发点是怎样的 就是OK 就算 甚至是强国是想着去 去找弱国去埋单 但是整件事 真正确如果是对地球是好的时候 我觉得大家有自己的不同的观点 就是那个取舍 对 那么Raymond 其实就是刚才提到的这个碳保尔 怎样可以堵塞这个碳保尔成为这个票录工具的一种工具呢 老实说呢 我们经常都说 票录最大的原因呢 是因为整个市场 没有一个认证 或者没有一个标准 当有一个标准 或者当有一个认证在这里的时候呢 我都发现了不是每一个机构 或者甚至乎每一间企业都会去跟从这个标准 所以在我个人来说我觉得是需要是由官方的机构 甚至例如港交所也好 金管局也好 其实是要强制他们做这些认证的方案的了 因为其实当大气候或者所有的市场里面都在说这件事情的时候 如果我们不去强制企业去做一个认证的话呢 有很多造假的方案走出来的了 还有究竟这个认证的机构是否被认识呢 我们也是另外一个情况 因为其实我们现在还在说绿色 其实在坊间来说已经开始 甚至在银行业来说 都开始在说黄色的了 不是再说票绿开始说票蓝了 有些人说 就是海洋上面的一个保育 或者海洋上面的一个减低污染 所以越来越多不同的方案走出来的时候呢 我们必须要有确立地有一个认证机构 或者甚至乎有一个标准 去设定那条界线 去在这一个层面上面的打关 第二点我也会提到就是 预防怎样可以炒卖啊 或者那样东西呢 其实我们所有的碳交易 其实最重要的目的 好像现在我们经常在说 碳好像很值钱那样 不如我买几吨来炒一下吧 但是其实我们最终的目标 其实是想达置碳中和的 那我希望就是在这个方面里面呢 其实在官方的机构也好 甚至乎在企业的角度来说 他们都需要握紧 其实我们最终的目标是想做碳中和 如果没有碳中和这个概念的时候呢 很老实说 碳汇都不会走出来的 这是一个衍生的一个产品 或者一个衍生的一个方案 给到坊间可以有一个opportunity 是做一个revenue的stream也好 或者甚至乎去发展它绿色事业的 所以我最重要就是回归这个basic 就是我们最重要的目的就是要做到碳中和 是 最后其实有位观众就问了 他说怎样看这个COP27成立这个 损失损害基金的影响 或者Raymond 你可不可以先回答这个问题呢 可以 因为其实正正刚才Kenny有提过 就是会不会强角帮一些弱角呢 其实这个损失补偿基金呢 我个人来说是看好的 因为其实是反而就是一些比较落后的地方 其实他们是有很多资源 不是给我们开阀 反而是有很多资源给我们去做多少少 在碳中和这个项目上面 比如临业也好 或者技术方面也好 有很多不同的国家其实已经有这种技术出现 他们怎样可以令到整个社会或者整个兴建是更加好一些的 我先打个比喻 现在正在做世界杯的 虽然卡达尔不是一个弱角 他也很有钱 但其实他们是正正为了世界杯去建一个球场 在建一个球场底下呢 他们再去发展一个城市 发展一个城市的时候呢 他们就会引入不同的技术和资源 在这些地方从这个碳中和的目标出发 同样地在其他比较一些弱小或者第三发展中的国家 我比如这么说 一些发展中的国家 他们可能没有资源 没有人才 但是他应该这么说 没有人才没有能力去做这件事 但是其他国家有一个人才和资源去补偿或者去支持他们去做碳中和这件事件呢 我觉得这个基金的理念上是好的 不过我反而觉得 我个人自己的意见 用损失补偿这件事呢 反而我觉得就是比较少少负面 我们可以想一下怎样将整个名称可以改得positiv一些 好Kennie 是吧 Kennie在这个问题上面有没有补充呢 我想说整个叫做补偿 其实是讲了很多年了 那些发展 以发达的国家呢 其实很多是走数的 口爽何巴黎承认了这条数 其实Corp 27呢 是一个叫做讲数大会来的 现在他是想将这条数呢 由发达国家呢 就想转移呢 就变成了中国去买单 他就说你中国是 就是制造业大国 你制造了最多的碳排放 你应该去买这条数 现在就是在谈这一件事 那说 不如我说少少整个 气候环境有些阴谋论呢 那现在其实说真的 全球那个世界的话语权呢 就是在美国那里的 那你看到手机不是用苹果 我就是用Android 电脑 不是Windows 就是Apple的了 那以前啊 好像BSI 讲我们小时候 是全部讲英国标准 后来讲呢 就是讲ISO ISO是什么 有Stakehold 其实美国是最大的 那就是所有的标准都是 美国话市 因为它始终都是经济和军事的大国 那有人去说 我要去拿回这个话语权呢 怎样去拿呢 因为其实所有的世界 你说讲那些GDP的增长 去讲衣食住行 全部都去到极限的 以后玩是玩什么呢 有没有办法可以想一些东西 是一些不现实的东西 是玩故事的东西 环保是一个故事 是一个故事性的东西 就是玩滑饼 欧洲是用了很多年的时间 希望呢 是用这个滑饼的经济里面 抢回话语权 所以你为什么会看到上一届 美国特朗普政府呢 是不买这一套 因为标准不是我说的 那个东西是你欧盟说的 跟着之后你中国又做得到碳中和 我中国和欧盟 我们走去定个标准 在美国佬在后面不让他入国 跟着后来 有一场欧盟的 欧洲打一场这么大的战事 令到很多国家出现问题 比如德国 以前他们赚取的能源红利 才变成一个制造的强国 又出了事了 那就是说 这一转的 等元的 华士权呢 美国有机会是拿得回 所以为什么他这么积极参与这个 Corp 27 跟着就说 虽然我是消耗大国 但是我不想买这条单 我逼中国 或者逼其他国家去买这条单 我抽回新来看 很多东西 其实 去回还原 都是一些政治 都是一盘 你说生意也好 你说一个大局也好 始终是一个 人类历史来 未试过 不是靠实质的 经济去做增长 想去 行的一件故事 而是今转 未来的增长是靠一个画饼 靠一个故事性的 东西去行 我觉得是一个 计划时代创新的东西 嗯 由于时间关系 我们这一节的时间 是差不多的了 很感谢Kenny和Raymond 和我们 加深了认识这个炭中和 下一节将会有关于ESG的讨论 大家千万不要走开 继续留在这里 第一次感谢大家的收看 一会儿再见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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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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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您 intell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